一 二 三 二 棒 犀利專注的眼神 鑿槍有力的唱腔 配上充滿張力的動作 就讀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金句戲的張植宇 認真排練高三畢業公演 表情 聲音 動作精準到位 我演的是三國裡面的 黃鶴樓的片段 然後我飾演的是周瑜 周瑜是個很有誠服的人 然後他又是個很有男子氣概的人 所以對於女生來說 要去揣摩她的樣子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三月剛滿十八歲的趾宇 一次次的練習 要為青春留下美好回憶 而他還打算送自己 一個特別的成年禮 玉佛大典總彩排 趾宇站在隊伍第一排 演藝中鼓齊鳴 情形頌 雖然是第一次參與活動 但他對誠心試院杜仲生 振興試院斷煩惱 這兩句歌詞特別有感觸 宗教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信仰 但對於我來說卻是一種指引 我覺得度眾生可能太偉大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為身邊的人 去解決他們的煩惱 去幫他們做開解的話 可能每一個人影響了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可以影響更多人 趾宇這一次會來參加演藝 其實幕後的推手是阿姨黃寶華 每次趾宇姐要碰到煩惱 都會耐心開導 帶給他正面向前的能量 以前只是來參加而已 然後今年透過種子 種鼓的種子的練習的話 我覺得好像看到一顆顆的鋪梯種子 開始萌芽了 在他心目中 我覺得這些善的種子 可能已經在他心目中 早就已經在這邊生根了 正正鼓聲凝聚善念 身體就算練得再疲憊 心中卻充斥著滿滿的愛與感動 大愛新聞綜合報導 好